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来看到高雄医学大学附设医院在每年11月世界慢性阻塞肺病日都会举办呼吸健康周的活动 而今年首次将肺癌纳入宣导重点 现场也邀请抽烟30年的老烟枪现身分享如何战胜癌症 借此唤起民众对肺部健康的重视 医护人员带着现场民众一起跳有氧呼吸健康操 宣导运动队强化肺活量的好处 高雄医学大学附设医院日前举办呼吸健康周活动 借由相关的咨询和卫教宣导 唤起民众对于肺部健康重视 那里面其实除了一般的一些疾病的介绍以外 那我们还有再加强因为这些慢性肺病的病人 其实它营养状况啊 包括营养的胃教的咨询 那我们另外一个是像呼吸器的胃教的部分 吸入器的胃教 那我们就是要介绍说 这些不同的吸入器的一些设备 那我们还有一些肺腹源的一些介绍 那我们希望借由推广肺部的 那个低剂量的电脑断层的筛检 这也是目前在实证上 有一些特殊的状况的病人 他可以尽早的发现 他的肺部里面有长结结 有张肿瘤 那尽早的切除 有的时候是早期的肺癌 手术以后其实就好了 活动中院方也邀请30年的老烟枪 最后靠着手术再加上定期追踪 已经战胜肺腺癌的患者 显身分枪 以前就是成功平坦 像现在的人就是说过敏 以前我们大家都说 那生鸭叫我扑粉 四分给扑出来 然后说四分都吃粉 是这样允许的啦 当年刚刚都感冒两三次都要担心 然后感冒就穿到 年轻人家要穿衣服都没有肚子 很串的 我从这样开了 我身体很用 背双有用 配合医生跟我们说 我们就要听一听 你看我开了四年 到现在 我没有感冒 他上次有力气的话 有时候这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他的病人就会减缓 他的呼吸困难的程度 高医在每年11月 世界慢性阻塞性肺病日 都会举办呼吸健康周活动 今年除了在气喘 肺阻塞及肺炎的宣导外 也将常年高居国人 癌症之首的肺癌 纳入重点 最常见的就是咳嗽 有痰 或者胸闷 会觉得会呼吸困难 这些 那是比较常会遇到的症状 如果有这些症状 那需要来尽早的就医 那当然如果说像 有一些像肺结核或肺癌的病人 其实他有可能就是 没有办法解释的体重减轻 那吸烟的 民众还有家族里头有肺癌死的 尤其是近亲 特别是妈妈 那这些是所谓的高风险族群 那就应该要定期接受 低剂量电脑断层的筛检 医师表示肺癌的病因 除了和吸烟 遗传等高危险因子有关外 空污以及室内环境 像是油烟烧香等等 也是不能忽视的 近年来透过胸腔低剂量电脑断层进行筛检 对于早期发现肺癌有相当大的帮助 对于早期发现肺炭层进行筛检